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读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两本引人深思的书籍 首先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逊的回忆录 可爱的一位 这本书讲述了他从种族隔离时代到成为首位黑人女性法官的历程 并在全国巡回宣传中展现了他对美国梦的诠释 挑战着我们对法律与正义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于塞尔西·普洛基的切尔诺贝利轮盘 一部真实记录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战争中遭遇的混乱 普洛基不仅描绘了核电站员工的勇气与无私 还引发了对核安全的深刻反思 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大国间的核恐怖行为 最后,我们将探讨一位作家对父亲去世的反思 揭示了对于失去与期望的复杂情感 让人思考亲情的本质与和解的可能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凯坦及布朗·杰克逊 Kenton G. Brown-Jackson正准备展开一场激动人心的全国巡回宣传活动 推广他的新回忆录 可爱的一位,Lovely One 这本书由随机屋出版社Random House出版 杰克逊在书中回顾了他的家庭历程 从种族隔离时代到他成为美国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女性法官的历程 这一切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 他在电视采访中表示 这是美国梦的故事 现年53岁的杰克逊是首位担任大法官的公共辩护律师 他在书中深入探讨了作为一名有色人种女性和母亲 如何在法律职业中取得进步 同时平衡繁忙的职业和家庭生活 自2022年6月加入最高法院以来 根据Empirical Scotters网站的数据 杰克逊在辩论会议中一直是最活跃的参与者 他有时采取自由派的原职主义方法来解释宪法 这种方法通常有法院的保守派使用 在法院外,杰克逊拥抱了自己创造历史的角色 并在他宣誓就职的那天告诉观众 他现在有了在桌上的一席之地 并准备好工作了 杰克逊的书籍宣传活动将于周二在纽约的阿波罗剧院 Apollo Theatre启动 这一天也是该书的发行日 在第一周内 他将在华盛顿、亚特兰大、迈阿密、西雅图和旧金山等主要城市停留 去年 杰克逊报告称从随基屋出版社获得了近90万美元的预付款 这使他与两位同事 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索尼亚 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并列 后者分别为他们的回忆录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预付款 托马斯的《我祖父的儿子》 《My Grandfather's Son》和索托马约尔的《我心爱的世界》 《My Beloved World》都登上了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榜首 去年 美联社报道称 索托马约尔的法院工作人员深度参与了组织演讲活动已销售书籍 并敦促大学和学院购买这些书籍 最高法院对杰克逊的书籍宣传活动的问题转交给了他的出版商 最高法院去年采用了首个行为准则 以回应对某些大法官为披露的旅行和富有捐助者的礼物的持续批评 该准则缺乏执行手段 并且对大法官从撰写书籍中获得的收入没有设限 其他外部收入 例如教学收入 每年限制在约3万美元 今年大法官们应在法院的工作而获得298500美元的薪酬 首席大法官约翰 罗伯茨 John Roberts 的薪酬略高一些 在接受CBS 周日早晨 节目的采访时 杰克逊表示 对于法官来说 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是相当标准的 所以问题是 最高法院有什么不同吗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令人幸福的理由来解释 为什么最高法院与其他法院不同 他表示 他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为准则没有任何问题 并考虑支持一个执行机制 但不会对具体的政策提案发表评论 杰克逊在加入最高法院后不久开始撰写这本书 书名来自凯坦吉 奥尼卡 Kentjeanuka的英文翻译 这个名字是他当时在西非担任和平队工作者的姑姑建议的 他告诉CBS 我的父母真的想要尊重我们的传统 并请他寄来一份非洲名字的清单 他们选择了这个名字 可爱的一位 凯坦吉 奥尼卡 这是我的中间名 杰克逊出生于哥伦比亚特区 在迈阿密长大 他将自己对法律的兴趣追溯到幼儿园时期 当时他的父亲约翰尼 布朗 Johnny Brown 正在读法学院 他们会一起坐在餐桌旁 他画着涂色书 他读着法律书籍 他的父亲后来成为县学校董事会的律师 而他的母亲埃勒里 布朗 Ellerie Brown 则是一名高中校长 他有一个小九岁的弟弟 曾在伊拉克服役 现在是一名律师 在最高法院内外 杰克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大法官尼尔·戈萨奇 尼尔格萨奇 今年夏天也在宣传他的新书 《被推翻》 《过多法律的人类代价》 Overruled The Human Toll of Too Much Law 这本书是他与前法官助理珍妮尼兹 Janie Knitsa 共同撰写的 戈萨奇报告称 他为这本书获得了50万美元的预付款 另一位大法官艾米 科尼·巴雷特 Amy Coni-Berritt 也有一本书正在筹备中 他在2021年 与企鹅随机屋旗下的保守派印记Sentinel 签订了42万5千美元的书籍合约 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乌克兰历史学家塞尔西 普洛基 Soray Plucky 在其书籍 切尔诺贝利轮盘 中 详细记录了2022年2月24日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惊人事件 书中提到 当时核电站的300名员工 包括专业操作员 消防员和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士兵 成为了囚犯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他们在狭窄的条件下工作 与武装的俄罗斯主人并肩生活 敌人从白俄罗斯入侵 其主力部队向基辅进发 这一事件让人回想起 1986年核灾难时 切尔诺贝利员工的牺牲精神 普洛基的书记录了这些核操作员的勇敢行为 例如59岁的班长瓦伦丁 海科 Valentin Heiko 他与俄罗斯指挥官会面 告诉他们必须遵守乌克兰的安全规则 并以文明的方式行事 否则将引发辐射事件 这种勒索和虚张声势最终奏效了 在占领期间 核电站变得拥挤不堪 食物 香烟和剃须刀短缺 被俘的核操作员无法回到附近的斯拉五帝奇镇 只能留着胡须 抽着烟蒂 3月30日 俄罗斯士兵向北逃跑 作为从基辅地区撤出的部分 他们带走了从核电站偷来的许多物品 辐射计量计 电脑和汽车 普洛基指出 这次占领是一个大和大国 一个流氓国家 进行的核恐怖主义行为 国际社会应该警惕这种行为 并改革管理和国家行为的法律和机构 在个人生活中 许多人也面临着深刻的情感挑战 在 《卫报》 上 一位作家回忆起他对已故父亲的复杂情感 当父亲去世时 他感到深深的悲伤 不仅是为了父亲本身 还为了他未能成为他希望的那个父亲 他回忆起父亲的笑声 眼镜和早晨的叫醒电话 父亲曾是军人 生活被纪律所支配 既让他害怕又让他着迷 然而 父亲在他童年时期的离开成为他心中的一个永远的伤口 多年后 作家与父亲重逢 试图重新建立联系 但那段时间的空洞和尴尬让他感到失落 他在自己的小说中探索了这些情感 试图理解和接受这段复杂的亲情 父亲的去世让他再次面对这些未解决的情感 悲伤在他的生活中反复出现 让他深感困惑和痛苦 无论是杰克逊的职业成就 切尔诺贝利轮盘的历史记录 还是作家对父亲的情感探索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在人生中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不同的人们如何展现出勇气和毅力 这些故事激励我们思考 无论是在职业历史还是个人生活中 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挑战并寻求解决的方式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凯坦吉布朗 杰克逊于2022年6月 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黑人女性法官 她的新回忆录 可爱的一位Lively One 由随机无出版社Random House出版 即将开始一场全国巡回宣传活动 这本书回顾了她的家庭历史 和她个人成为历史性人物的经历 重点描述了她从种族隔离时代 到达最高法院的过程 杰克逊在书中详细讲述了 她作为一名有色人中女性和母亲 在法律职业中取得成功的过程 以及她如何平衡繁忙的职业和家庭生活 她在书中回顾了自己的早期生活 如何在父亲的法律书记旁边 画着涂色书逐渐对法律产生兴趣 她的父亲后来成为了一名律师 而她的母亲则是一名高中校长 杰克逊的这段故事 展示出她家庭背景 对她的法律职业生涯的影响 自杰克逊加入最高法院以来 她在辩论会议中 一直是最活跃的参与者之一 并且有时会采取自由派的原职主义方法 来解释宪法 这种方法通常由法院的保守派所使用 她在法院外的公开露面中积极拥抱自己 创造历史的角色 并公开宣称她已经准备好在最高法院中发挥她的作用 杰克逊的书籍宣传活动 将于周二在纽约的阿波罗剧院 Apollo Theater启动 首周她还将在华盛顿 亚特兰大 迈阿密 西雅图和旧金山等主要城市停留 去年她从随机屋出版社获得了近90万美元的预付款 这与她的两位同事克拉伦斯 托马斯和索尼亚索托马约尔获得的预付款相仿 两者的回忆录分别登上了纽约时报 非小说类畅销书榜首 并且索托马约尔自2009年加入最高法院以来 通过撰写回忆录和儿童书籍赚取了约400万美元 最高法院去年引入了首个行为准则 以回应对某些大法官为披露的旅行和富有捐助者的礼物的持续批评 该准则缺乏执行机制 对大法官从撰写书籍中获得的收入也没有设限 杰克逊对此表示支持 他认为最高法院应该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并考虑支持一个执行机制 杰克逊在他的新回忆录中详细说明了他的名字的来源 他的中间名字奥妮卡 安妮克是他在西非担任和平对志愿者的姑姑提出的一位 可爱的一位 Lonely One 这个名字成为他书名的灵感来源 这本回忆录不仅是杰克逊个人经历的记录 也是一个关于美国梦的故事 展示了一代人如何克服种族和性别障碍 实现卓越成就 书中还涉及到他在家庭中的角色 以及他如何平衡繁忙的法律事业和家庭生活 这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法律和职业生涯的回顾 更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活故事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可爱的一位 这本回忆录的出版和巡回活动 是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庆祝 凯坦及布朗·杰克逊的故事 是一个激励人心的例子 展示了在面临种种挑战和偏见时 如何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对年轻人 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年轻人来说 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 哦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某个政治家的宣传词 你真觉得这个巡回活动 是纯粹为了激励人心吗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卖书赚钱的好机会 随机屋出版社给了他近90万美元的预付款 这可是比不小的数目 难道这其中就没有一点商业考量 当然 出版书籍本来就是一个商业行为 但这并不否定它的社会价值 杰克逊的故事不仅展示了个人的成就 更揭示了美国社会在种族和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步 这样的故事能激发更多人去挑战自己 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哈哈 社会价值 这话可真是高大上 让我们现实点吧 楚天书 你说的那些进步不过是表面上的光鲜 最高法院的行为准则缺乏执行手段 杰克逊就算写了一本回忆录 也改变不了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他的书在立志 也无法解决法院内部的透明度和公正问题 你说的有道理 但这不代表我们就应该放弃那些努力和进步 杰克逊自己也表示支持具有可执行性的行为准则 这显示了他对改变的愿望 任何改变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他的书和巡回活动或许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时候改变从讲述故事开始 从激发人心开始 爱真是理想主义者 问题是这些故事往往只是表面的 人们会关注他的书买他的书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真的会去行动 就像那些看励志电影的人 看完了 感动了 然后呢 还是回到原来的生活中 这样的故事最多就是一个娱乐 一个短暂的逃避 无法真正带来改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这次我们有两个不同主题的故事来分享 一个是关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凯坦吉 布朗 杰克逊 Kenton G. Brown Jackson的回忆录 可爱的一位 Lovely One 另一个是关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和电站 在战争中的混乱纪时 以及作者对父亲的深沉哀悼 让我来用生动且幽默的语言来总结和分析这些故事 首先 我们来谈谈大法官凯坦吉 布朗 杰克逊的新书 可爱的一位 这本书名听起来就像是一本适合放在床边的故事书 但其实它讲述的是一个极其励志的美国梦故事 杰克逊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女性法官 这在美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她的背景也非常迷人 从种族隔离到成为最高法院法官 这一路走来真是充满了戏剧性 她在书中不仅探讨了她的职业生涯 还有如何在成为职业女性和母亲之间找到平衡 这简直就是现代女性的缩影啊 杰克逊的书籍宣传活动非常高调 就像一场明星的巡回演唱会一样 从纽约的阿波罗剧院开始 到华盛顿、亚特兰大、迈阿密、西雅图和旧金山等城市 90万美元的预付款也是相当可观 看来随机乌出版社对这本书的前景非常看好 与此同时 她还不忘在访谈中坛级法院的行为准则 这让人不禁想起那些著名的未披露的旅行和礼物事件 这次 杰克逊显然是做好了两手准备 一手拿笔 一手拿法锤 攻守兼备 接下来是关于乌克兰 切尔诺贝利和电站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版的生化危机 让人听了都不经毛骨悚然 当你以为切尔诺贝利已经过去了1986年的那场灾难 突然间2022年又来了一场和电站的战争计时 这次俄罗斯入侵 让和电站的员工们成了战争囚犯 塞尔西、普洛基的切尔诺贝利轮盘 详细记录了这些非同寻常的事件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关于勇气和无私的故事 书中提到的和电站员工瓦伦丁 海科简直就是现代的英雄 他不仅与俄罗斯指挥官谈判 还威胁要引发辐射事件来保护自己的同事 这真是让人有点肃然起敬 这种行为既是勒索也是虚张声势 但居然奏效了 不过 当看到俄罗斯士兵在红色森林中挖掘壕沟 这简直就是在跟死亡跳舞 让人觉得他们的头脑真的被锯末填满了 至于那位作者对父亲的哀悼 这是一个情感深沉且复杂的故事 当父亲去世时 作者的悲伤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一位亲人 还有对于自己从未真正了解的父亲的哀悼 这种悲伤就像是有翅膀的东西 总是在你最不期望的时候突然降临 作者记得父亲的笑声 风格和那富丰挡形状的眼镜 但同时也对父亲为什么不爱自己感到困惑和痛苦 这种情感的纠结让人感同身受 特别是在他最终和父亲重逢 却发现一切已经无法挽回时 更是让人心碎 总的来说这两个故事一个充满了历史的重量和职业成就 另一个则深刻探讨了家庭和个人情感 两者都让人不禁思考人生中的那些重要时刻和选择 希望大家能从这些故事中找到一些启发和共鸣 无论是追求职业梦想还是面对家庭关系 都是我们生活中必须经历的挑战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